大家好,借着我刚才介绍我的一个封兰雷山的契机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封兰和富贵兰在日本的历史 以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富贵兰协会的情况 这个网站它列出了这个富贵兰在日本的历史 它其实开始于日本的那个江户时代 大概在400年之前就有了 所以的话它就特别像那个中国的国兰 就是日本的富贵兰文化就特别像中国的国兰文化 就是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有了 然后最早的话其实是流行在那个贵族和富有家庭人群之间 所以的话这就是那个它的名称叫富贵兰的来源 你看这里叫富贵兰,the rich and the noble orchid 因为他们是在那个富裕人群和那个贵族之间那个上完 所以的话最早就叫富贵兰 那富贵兰是在日本的名词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F-U把这个K-I去掉就F-U-R-A-N 就这个富兰就是富兰 这个富贵兰就是富贵兰 对你看这里就列出了它的一些历史对吧 然后它这个富兰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这个名字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那个一些兰花网站上能看到的一些名字 而这个富贵兰和富兰的话都是那个日本名对吧 这就是关于那个富兰和富贵兰的一些非常简要的历史 这个富贵兰的话因为它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在日本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富贵兰协会的 或者叫就叫那个富贵兰会 然后富贵兰会的话 它每年都会出这么一个所谓的富贵兰名件 这个富贵兰名件是可以从那个富贵兰会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查到的 然后所有的注册的富贵兰都会在这个名件里面出现 它每年都更新一次 像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展示的这一个那个富贵兰名件 就是令和二年令和二年是日本的那个纪年了对吧 就是其实就是公元2020年就是去年 就纪年那还没有出来 就是这就是去年的那个富贵兰名件 从这个富贵兰名件可以看出来 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个富贵兰虽然都是富贵兰 越大就表示它的等级越高 你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话就属于什么 别格西贵品 其实就是特别西贵品 就特别珍稀的品种 就是这一排 接下来的话就是西贵品 西贵品之后的话就是全胜贵品 然后接下来就是贵品 以及全胜品 你可以看到这个全胜品的总领最多 然后它的字体是最小的 所以的话这一部分是比较普通的那个富贵兰 也就是大家经常在市场上能看到的 也是比较便宜的 而处于这个最顶端的这个特别西贵品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很难看到 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 即使像一些那个富贵兰属于这种全胜贵品的话 也是非常贵的 作为新手的话 如果想尝试一下富贵兰的话 基本上是从那个全胜品里面 挑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 然后可以从这些品种开始扬起 当然当你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时候 可以考虑就是进一些比较珍稀的品种 然后扬扬看 然后在这个富贵兰民间的这张图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就是放不下的就放在这种边边边上 特别是在左上角这一部分 有所谓的新登陆就是今年就是令和二年2020年刚新登陆的品种 其中一个叫华山 另外一个叫银湖 我上一个视频说的我那一颗风蓝叫雷珊 它不在这个富贵兰名件里面 因为那个雷珊是很新的一个品种 所以它还没有注册 所以的话还没有成为富贵兰 但是那个雷珊它其实品项啊 花品啊都是很好的 所以的话我我觉得它以后肯定还是会登陆到这个富贵兰民间里面来 然后成为那个富贵兰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这个就是在这个网站上 日本富贵兰会的这个网站上面 它会列出每一年新增的那些新登陆的那些富贵兰的品种 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2020年就有那个银湖和华山 然后再往前一年是2019年就有那个白翁和富老白 就是你看有好多这些新的品种登陆进来成为新的那个富贵兰 这些富贵兰没有登陆被富贵兰认证以及登陆之前的话 我们只能叫它封兰 只有那些在富贵兰协会里面 在这个富贵兰民间里面出现的这些封兰 我们可以叫它富贵兰 这就是日本富贵兰的一些那个历史 以及那个富贵兰民间富贵兰协会的一些情况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日本富贵兰是非常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而且它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植入了日本的非常传统的文化 也就是说养富贵兰不仅仅是养一颗植物 其实也是跟中国的博览一样 也是跟这个文化紧密相关的 所以的话如果养富贵兰的话 知道一些这些背景知识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就是不想说养福贵兰协会 你是不想养福贵兰协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